二零一九廢核大遊行 今天下午在台北及高雄兩地來同步展開了 而各個反核團體號召了群眾來參與 吸引的是上千人走上了街頭 而遊行隊伍沿途是拉開了布條標語 訴求是反核廢核 接著帶你來看到高雄的遊行情況 行政院的副院長陳其邁下午也現身了 高雄的廢核大遊行現場 來為遊行隊伍加油打氣 核電18 來 再生能源 來 台灣的核能電廠的 佔台灣發電的比例只有10% 那最近幾天台灣的再生能源的發電 已經突破9% 也就是說經過一兩年的努力 短短一兩年的努力 我們的再生能源已經從 這個已經突破到很接近 在發電最高峰的時候很接近核電廠 我今天在高雄 包括蔡英文總統在台北 就是代表我們對於2025 邁向 非核家園 我們對人民堅定的承諾 陳其邁表示行政院長蘇貞昌和他在行政院服務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未來10年長期供電計劃裡的目標 能源四算是以核一核二核三不研議 以及核四電廠不重啟來為基準的規劃 而也再三的是保證了民進黨政府呢 一定會信守2025 非核家園的承諾